第六十一集 拜師學藝 原文再續著書接上一回 上回講到 唐芳回到王家後宅 王雲光好像未預先知 已經在門口等他 笑著說 你一趟唐兄弟一年去了七日 一定是滿載而歸 唐芳看也不看王雲光 直接走進屋 拿起茶壺大口大口飲水 一下子把茶壺扔爛在地上 指著王雲光說 你這個臭小子 你這傢伙是不是想拿了我的命 阿叔當你是兄弟 你就當我契弟 還要拿我的命 富貴險中求 王雲光一點都不覺得唐芳這麼生氣 有什麼不妥 笑著說 重要的是 我們已經得到老祖的指示 今天起 你就正式可以入我們足遊門下 講起上來從今天起 我們就是兄弟了 唐師弟 師兄有禮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撲你 不要在這裡賣口乖 唐芳更加生氣 我問你 山上哪有條蛇 你幹嘛不告訴我 有蛇? 蛇? 黃雲光疼疼 唐芳說 你不要告訴我 你不知道 黃雲光好像突然記起來 感慨地說 想不到他還在這裡 什麼? 這件事關係到我們王家一些隱備 就不方便跟你說了 你這次見到老祖 他跟你說了什麼? 說什麼? 就是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什麼靈魂 殭屍 那個老石頭 估計幾百年都沒有開口說話了 宜得留下阿叔在那裡陪他 你說我會不會這麼傻? 老石頭? 黃雲光又疼疼 你不是不知道 你們老祖已經變了一塊石頭吧? 黃家後山是我們王門禁地 幾十年都沒有人去過了 想不到老祖真的走到那一步 老祖為了我們王家都真的用心良苦了 難為他了 說完 黃雲光神色隱然 向著後山的方向深深一擺 但是 老祖你的心思我們知道 我們一定不會辜負你一番苦心 神神花花你說什麼? 唐方暗沉了一句 我不管你說什麼 這條數你說怎麼算? 雖然唐方這個時候 已經明白那條大蛇對自己沒有什麼惡意 只是想通過這樣匪夷所思的方式 帶自己去見老祖 但是 橫硬你的頭你也想不到 會有人變成石頭 躲在蛇肚裡面 雖然已經諒解到黃雲光 知道他不是叫自己去送死 但是這條數怎麼可以這麼輕易不跟他計 自己這條戲不相信 那你說怎麼算? 黃雲光都知道不著 但是發現唐方陰陰濕濕地看著自己 心裏不知道在想什麼意思 嘻嘻 夜了 阿叔聽先再跟你說 唐方突然嘻嘻了一聲 啪啪黃雲光 古古怪怪地走了 想起唐方古怪的表情 黃雲光有這把長的預感 第一 唐方小友一早起床 黃雲光還有禮貌地跟他說早晨 從今天起 唐方就算正式入了足柔 成為外門弟子 難道唐方這傢伙轉了性 真是想好好地學足柔法術? 黃雲光一肚疑惑 唐方隔很遠就跟黃雲光打招呼 很熱情 令到黃雲光更加覺得不舒服 黃雲光這時候已經做完早課 正是捉由黃門弟子吃早餐的時候 唐方當然老實不客氣 跟著黃雲光坐在一台 稍微看著好像在找什麼一樣 隔了一陣 果然見到魏遊走進來 大家當堂靜光 黃雲光更加大氣都不敢休息 連望起身迎接 唐方一下拔著黃雲光 他身有意無意之間向黃雲光靠近 尖起聲說 阿光哥哥 昨晚睡得好不好 雙眼瞎瞎瞎瞎瞎瞎瞎的看著黃雲光 綁曬電感 嚇到黃雲光整個跳起 這傢伙幹什麼 難道昨晚吃錯藥嗎 魏遊的目光在兩個人身上停留了半分鐘 轉眼就好像沒事一樣坐在黃雲光身邊 黃雲光趕快夾了一大塊雞肉放在魏柔的碗裡 獻恩勤地說 尤兒,早上就張就下 中午我叫廚房做些你喜歡吃的東西 光哥哥 唐芳做了個扭扭靈靈的表情 用手拼命地在黃雲光身上抽水 拿著聲喉說 人家都要吃 人家? 黃雲光當場全身起了雞皮 這條死子今早做什麼鬼呢? 這麼噁心? 嘻,死了一邊 關你什麼事? 走開走開 黃雲光就罵他 唐芳假裝得很委屈的樣子 隻手拿著衣服說 光哥哥 怎麼不理人家呢? 以前柔情物異的時候 又叫人小甜甜 現在你就不理人了 小甜甜? 黃雲光即是整頓飯啃著在喉嚨 半天都吞不下去 這個小甜甜甜 這傢伙是不是瘋了? 藝油依然神色淡定地坐在那裡 碗塊完全沒有動的意思 只是臉色越來越難看 光哥哥 不過人家都要吃肉 唐芳扭扭靈靈地靠近黃雲光 那身不停地在黃雲光身上 嗨來嗨他 黃雲光如果不是修養好 一早已經大巴大巴掌握過去了 他低聲地喊 你這傢伙是不是吃錯了藥啊? 你搞什麼鬼呢? 不要玩啊 又兒啊 你看啊 你看這傢伙今天真是 真是不多佗啊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吃東西 吃東西 好啊 藝油突然間臉色青曬地說 糟了 你這傢伙陰我 黃雲光現在明白了 唐芳另歪面在藝油看不到的地方 對著自己眨眨眨眨眼 一副吃硬黃雲光那樣 黃雲光只覺得 那些漢巴巴聲地流下來 他和藝油從小玩到大 他的脾氣怎麼會不清楚啊 他人越是冷靜 就越是證明會有大件事發生 藝油兒 你聽我解釋啊 啪的聲 藝油整碗白飯從天而降 吸在黃雲光頭上 唐芳見到陰謀得拯 再也忍不住了 蹦在椅上 啪啪聲笑起來 啪的聲 整碗蛋巴湯 整碗蛋巴湯 照著頭頂 兜頭劈面蓋下來 唐芳還未搞清楚是怎麼回事 藝油已經一腳 將整張桌子踢翻 將唐芳黃雲光兩個人 蓋在下面 在上面 舊男女 藝油站起來 趁著一群人都還未反應過來 已經消失在大堂外面 剩下 哭笑不得的黃雲光 和偷雞不成蝕炸米的唐芳 兩個人看著對方狼狽的樣子 都笑起來 黃師弟 你既然入得我足遊大門 就是我足遊弟子 我連資淺薄 沒有收徒弟的資格 就代我師父 收你做第四十八代弟子 和我同輩 如果你有心入我足遊王氏一墨 就先叩拜我足遊先祖 黃雲光 一身青衣小母 腰間綁著一條麻繩 很正經地說 唐芳在墨頭 之前他在飯桌搞事 也都算是平息了心裡 對黃雲光的憤怒 雖然殺敵三千就自選八百 自己都沒什麼好處 但是給自己的小小狼狽 黃雲光 被魏猶到處追殺了三日三夜 然後蹲了十幾日 魏猶房外邊的長角 不知用了多少甜言物語 才哄掉魏猶 比較上來 自己當然好處了很多 這陣子 這陣子他和黃道一的臭小子 吃著瓜子 擔定鄧仔 笑騎騎地看了連場大戲 而黃家弟子的賭局 也都一番再番 如果那幾日見到滿面紅光 是人都四萬感口的黃家弟子 那就不用問阿貴了 一定是在這場賭局當中大殺四方 得勝歸來 所以一直拖到今天 唐方才有時間入門拜師 神庵上面三處清香 上面供奉的是一座 牛頭人身的怪物 正是黃雲光所說的竹游先祖 唐方不及蔡曼 扣了三個頭 黃雲光又說 那些竹游是吃死人飯的 所以要敬仲鬼神 第二拜 你拜拜 給我竹游送過的那些喜臣 唐方又拜了三拜 第三拜是拜我師父 師父已經駕鶴鮮游 我就以師兄的名義 代師父受你三拜 死開了你 禮數不可以廢 阿光哥哥 沒有啦 咳咳咳 呃呃呃 我們講講其他些東西 呃 呃 竹游十三麥 呃 竹游熟 竹游 咳咳 呃 我們講到哪裏 咳咳 不要搞亂當攤 下來我和你講規矩 到底入門要講些什麼規矩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多謝 多謝 去拍攝 看看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